耶 各位單車賽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Nick 我們現在在2019 Eurobike 現場 今天是廠商在進駐的日子 我們體驗到這邊 來為大家感受一下Eurobike的盛況 今年Eurobike總共有1400多個廠商參加 而且有超過5萬個buyer來到現場之外 掌管今年有分了總共12個管 我們剛剛這樣大概逛下來 看到很多關於電動車相關的東西 也看到一些零配件 甚至今年我感受到很多人身不平 都有不一樣的發展 那接下來就是9月4號到9月7號 這歐洲展的期間 我們會為大家帶來很多很棒很酷很炫的新東西 新產品的發表 接下來繼續的鎖定單車時代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啊 還有 為了不要miss掉任何一個訊息 幫我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接下來我們下支影片見 哈嘍各位登山朋友大家好 我是Nick 哈嘍我是阿飛 我們今天呢帶來的是歐展的這次的回顧 這一次歐洲展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別 就是從剛剛影片裡面有提到呢 整個歐洲支援車展呢 這一次呢總共有1400多個廠商 那來的購物也超過非常多人 非常多人 那現場呢有非常多很棒的一個新鮮的產品 今天呢來一集讓大家擁有 好 阿飛你這次在歐展看到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今年歐展 其實話以回想 跟今年的台北展有一點點像 一點點像 很多的新品基本上是圍繞著e-bike 對 什麼電動車滑鼓啊 電動車浮條也有 對就是很多東西都是圍繞著電動車 就只要他掛上一個電動車 可以這樣講 電動車碟盤 也這個也有 也有嘛對不對 對對對 碟盤就碟盤 幹嘛用電動車碟盤 e-braker 就是 新品有 不是電動車新品也有 但是我覺得可以說 反正80%吧 7-80%就是我要有電動車再賺 對 而且其實電動車都長得差不多 也是有好看的 就只有裡面機電系統不一樣而已 也是有好看的 設計 外觀設計其實我覺得蠻重要的 但即使這樣呢 我們這次呢 也找了很多很棒的一個新產品 有很多創新的能量在裡面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下去 好我們就先從外觀啦 因為我覺得介紹了這麼多 多次的歐展 但是其實好像沒有好好介紹 這個展會在哪裡 然後他的概況 就是每次都聽小編說 走到腿軟走到腳痠 但你不知道他多大 對 基本上你如果去過台北展 台北展一個平面展場的面積 大概 應該說歐展一個管的面積 大概是台北展一個平面面積 大概三分之二 對 然後他有十二個管 十二個管 對 所以你看三分之二的台北展面積 你要走十二個管 然後有時候你可能 我們去採訪的時候可能 很多客人他沒空啊 對 所以我們要先走去別的地方 然後跟他約個私人再走回來 很辛苦 對 其實每天都在走路啦 真的各位 我們真的是去出差的很辛苦 而且當然實在從2012年開始參加歐洲自行車展去採訪 到今年從來沒有斷過 而且是少數亞洲的媒體是自肥去參加的 對 就是為了就是要帶很多新的訊息回來給大家 對 其實那是全球第一大展 對 那這次歐展是在 我們看到照片上是在福吉沙芬 對 他是德國的 觀光漁港的一個小鎮 對 然後在博登湖畔的旁邊 那 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歐展的展館 是 大門口 好 那這個是在前一天嘛 我們有在布展那天 我們進去先補做一些畫面給大家看 對 因為人也比較少 那這個是開展之後啦 這個開展之後 就是你掌管大門進去的第一個大廳 是 對 然後這一區呢是 Riverback Award 就是他一些得獎的作品的擺放區域給大家參觀 對 那你說還有一個 Blogger區對不對 這個蠻特別的 對 部落客就是過去我們 在媒體申請媒體證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媒體區嘛 那今年第一次首創有一個Blogger的區 就是非常多部落客來到現場 而且他Blogger區 他甚至也在展會那幾天有安排 跟當地旅遊一些合作 對 他們就安排去騎車 然後去體驗當地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 過去這種自行車展 他們都是for B2B的 那現在更接近消費者 更接近更多 而且結合周邊的更多自遠鏡 我覺得這是很不錯 而且這是部落客人蠻多的 至少也有五六十個部落客 帶一些參觀行程 他們體驗 然後也幫他們 介紹一些旅行的路線 對 東西蠻多元的啦 對 那就是大廳 然後 然後 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主舞台 那 以前 在 前兩年之前 他的舞台是更大 然後就是一個Fashion Show 對 你說每兩個小時嘛 對 就會有一個表演 那他就是人生布品的廠商 跟一些Dancer 那那些Dancer 就穿最新的人生布品 然後在上面 跳舞啊 展示一些 今年最新的人生布品的產品 那這次歐展他們有蠻大一個變化的 他辦了幾十場的一個講座 然後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在歐展的各個空間 而且這一次 我感受到這一次消費者來蠻多的 最後一天齁 最後一天消費者非常多耶 而且他們門票很貴耶 不便宜喔 他門票好像是20歐耶 20歐大概七八百塊台幣耶 不值不值啊 我記得蠻貴的 對啊 我們那時候查了一下 門票這麼不便宜 但是人很多 都在消費者進來看 那台北展的門票也就只要 200多很多人一直在那邊想說 怎麼這麼貴 很特別的 我講能量真的不便宜 對 好那我們就往內走 接下來這個新創區呢 算是 今年蠻不一樣的 他就是有很多 新創公司啊 跟一些你 市面上看不到的產品 是 然後他就放在那邊 讓消費者啊 讓buyer來試 對 然後展示一下他們新產品 那我們也看到一些 有趣的東西 後面會介紹 對 那這就是 他的另外一個大廳 他的後門進去一個大廳 就是你們片頭看到那隻 開場影片的地方 嗯 過去呢 在這個地方呢 主要是展示 Eurobike World的東西 那今年是移到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那個舞台區那裡 對 所以讓他整體上 規劃上看起來更熱鬧 對 那這一區 其實這樣排 我們就是在 部長那天拍了 所以沒什麼人 對 但這空間蠻不錯的 那接下來就是戶外試乘 戶外試乘 其實跟台北展的試乘 差不多啦 就是你要先去登記 然後現場給你一個識別嘛 你可以 各個攤位的東西都可以試 而且他東西很多元 對 有 cargo bike urban 然後公路車 但其實騎的人也非常多 對 登山車也有 騎的人很多 我大概一天至少人試 我在那邊統計 大概算一下 一天至少有三五百人在騎 而且我覺得好處是 你可以從展場騎出去周圍繞 對 然後再騎回來 是 所以人會比較多 是 很集中 不會像過去一樣 其實過去一路 bike 他們 我記得我第一年去一路 bike的時候 他的demo day是在 其他地方 對 在前一天 然後 後來移回到展館的對面 那再後來就是移到展館裡面 我覺得這樣設計是還不錯的 不過我第一年去demo day是在 離展館有一段距離 有一段接駁車 沒錯 但是到那裡其實以前啦 以前真的很熱鬧 對 然後他可以試乘的路線很多元 然後就騎在德國的鄉間小路 其實也蠻不錯的 跟現在雖然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各有各的好處 對 好那我們進到展館裡面 這是奧地利的品牌KTM 每年的攤位都這麼大 而且車子很多 那這就是馬吉斯 MARUI是台灣 算是台灣很大的 做零件的 做很多OE 對 那他們有自己的品牌 前面這第一段我主要就是先放幾張照片給大家看 待會就會進入產品喔 對 這些是台灣廠商啦 讓大家看一下 目前歐展展館的感覺 不然大家都看到產品 沒看到展館 沒看到那些空間 這是蘇聯 Brighton 這一區也是台灣區 其實歐展的台灣廠商其實很多 很多 有點像一個居落一個居落 它不同旅行社去帶 那目前好像有四五個旅行社 每一個旅行社大概都是一兩百人 所以人真的很多 在那邊路上看到都是台灣人 而且有一個小花絮 就是我們大家知道去德國都一定要買百零油 那個附近的百零油藥局呢 馬上就被清空了 都是台灣人去掃的 都是老司機 對 基本上第一天部展完 你如果沒去買 你後面就買不到 還有那個護手霜呢 小竹局護手霜 也是耶 全部被掃光 太厲害了 好那接下來這是Ridery Ridery今年算是少數乘車品牌 沒有展示電動車的 他們沒有 少數 今年基本上大品牌 都是跟著電動車一起展出來 都有新的電動車 這是Novatec 也是台灣廠商 KS KS 也是燈額環發的聲匠座管 Koratec 這個現在最近在台灣 比較少看到 對比較少看到 有一陣子還蠻紅的 是 香蕉車 然後這是Bianchi 這個是他們比較特別的攤位 太平洋 太平洋今年也擺出了蠻多電動角折 對 TU4 現在很大 好 那這次是展館的介紹 那接下來 零配健身布品的部分呢 在介紹之前 我們先進一支影片 好 很特別的影片 我們先進影片 耶 各位單車賽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Nick 我們現在在2019 Eurobike現場 我們來到Visic的攤位 他們今年出了一個很棒 很酷炫的產品 是採3D列印的一款坐墊 它的品名叫做Adaptive 它是屬於變色龍系列的一個款式 因為我們知道Visic都有分三種不同的款式 那待會我們就邀請到海伯斯達的Vincent 跟Fanny來跟我們做介紹 GO 單車時代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非常高興呢 來到Visic的攤位 然後為各位介紹到這款全新Visic概念的一款坐墊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這款坐墊的特色 到底在哪邊 那首先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款坐墊的外觀非常特別 因為它看起來的話 就是類似一個蜂巢狀的設計 那主要呢 我們採訪到了Visic的專業人員 他給我們解釋就是 它是運用了最新的3D列印的技術 然後來製成這款坐墊 第一個應用這個技術的產品 是運用在Adidas的一個鞋墊上面 那Visic的話是第二款 將這個技術運用在坐墊的產品上面的一個公司 那初期的話 這款坐墊是用在Visic vs.Evo的Antaris這個系列 那這個系列的話 它又製成分成窄板以及寬板兩個型號 然後另外呢 將來在這個概念衍生出來 將來就是 依照它的產品客製化 它可以在坐墊的不同的部位 增加它的產品結構的密度 意思就是說 將來如果消費者 它可以依照每一個騎乘者的狀況 去調整 比方說在坐骨的這個地方 它希望這個地方產品的材質的密度 再更密一點 對 依照這個地方去做客製化的調整 另外我們也特別請教到原廠的設計師 他是表達說 將來在顏色的設計 或者是將來在不同型號的設計上面 可以有更多的發展 再跟大家補充一下這個坐墊的一些訊息 這塊坐墊的名稱呢 叫做Adaptive 這樣的外觀雖然很概念性 但是手批的產品確實就是長這樣 這就是它的外觀 所以是非常特別的一款產品這樣 那當然我們也會 就是持續擁有我們FANIC原先的一些產品線 那像這個產品 它就是屬於比較概念性的產品 代表我們FANIC的創新 然後還有就是說 能夠運用這樣子的技術 跟不同的公司做配合這樣 對 以上就是目前的充充 謝謝 這真的是太神奇了 非常感謝Vincent 跟FANIC的我們介紹 謝謝謝謝 感謝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並分享出去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哇 剛剛那個3DDN的真的很厲害 蠻特別的 其實我一開始進去那個攤位的時候 我以為這個3DDN想說奇怪 這都是幾年的技術 為什麼現在才展出來 後來發現 它這個原來是已經是成品了 我到時候賣給消費者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一個產品了 而且我覺得 現在目前好像更趨向客製化 以前客製化是 乘車塗裝 現在在零配件 也很需求客製化 它推廣坐墊好像可以 根據你不同的需求 它列印的時候可以控制那個密度啦 那密度就會影響到你可能 你坐下去的軟硬度 對 Q彈的程度 對 可能可以針對每個人的需求 或做物款 可以設計在某個地方比較密集 然後你支撐性比較好 那會員部或是 比較需要讓你放鬆 舒適壓力的地方 它就會這樣 列印的鬆一點 對 那接下來有一些忍針不平 跟影響性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們就先從安全帽開始 從去年前年開始 安全帽就開始有一些 電子的東西進去 例如說什麼 方向燈的功能 音樂播放的功能 對 那今年我覺得基本上 它安全帽更接近一點 3C產品的感覺 就是你想得到功能 可能在安全帽上面 都可以找得到 對 像這一款 Brico的安全帽 蠻特別的 今年也拿到 Everbike World獎 那這是它的側面 那你看後面會比較明顯 它這一款特別是 它有很多這種 智慧通知相關的東西在裡面 那它總共有七八大功能 如果有興趣可以 可以到我們當時代的YouTube 去看一下影片 那我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最主要它裡面 有一個趨勢是我看到的 就像有關於 那是有關於 你在有危險的時候 它會幫你即時通知 你身邊的人 對 因為這個 這個好像是 現在這幾年很夯的話題 尤其今年蘋果發表會 它在Apple YG上面 也訴求這件事 群島感應嘛 是不是 感應到以後 就會幫你撥電話出去 有時候我們騎車在山上騎啊 或者是有時候在國外 尤其在深山裡面去當 有那個 你一個人 對 在那邊騎車 那你如果跌倒 它感應到你跌倒 或者是後面有來車 它會警示你說 後面有來車跟你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它會警示你之外 如果你被撞倒了 或是任何的狀況 你錄影的那一段 會馬上幫你 mark起來 然後傳到雲端 對 它前後有錄影 對前後錄影 它以防你的安全帽是被撞壞的 它馬上會即時出去 然後即時去通知你的緊急聯絡人 對 現在很多產品都看 緊急聯絡人這功能 馬表有啦 收錶有嘛 對 安全帽也有 所以現在這功能 我覺得開始變成 有點基本配備的感覺 對啊 以後你設定 各設定不一樣的人 你看你跌倒 三個人都收到電話 大家都來救你 真的 你很重要 很重要 每個都變得很重要 好 那接下來是韓國的品牌 SJC的安全帽 SJC安全帽 這 最近這一年來講 其實在台灣的能見度 越來越高 蠻紅的 對 然後 它今年的安全帽 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看它 後面是沒有旋鈕的 它標榜的就是 你買了這頂安全帽之後 你只要調整一次 這只要調整那一次 以後你都不必再調整 這頂安全帽 就是符合你的頭型 對 那它另外中間的 那個安全的裝置 它也不像最近很夯的MIPS 它有自己 自己家的技術 就是透過這一片板子 所以它裡面不是用MIPS 不是不是 它這片板子 你現在看到這片灰燒板 其實它也是有點浮動空間的 對 那它就是接觸到你頭皮的部分 保護你的頭 然後後面 後面這裡當然 一樣就是可以上下微調 好 那接下來是 DMT的卡鞋 卡鞋 這看起來有什麼特別的 這一雙 它是一雙編織鞋 編織的 編織鞋 其實去年開始很多品牌都有加入編織鞋 但是我發現今年的編織鞋還沒有去年多 對 但是它比較特別的是它的鞋底有一個浮動空間 你看它三個 三個旋鈕是有前後幅度的空間的 就是你在搭配你的鞋底板的時候 它有前後8厘米的調整空間 那就是你每個人fitting的需求 而變化啦 基本上就是符合你每個人的需求 那特別的是它有一個 施滑弱士奇的限定版 施滑弱士奇 奢華 對 它是一張奢華的卡鞋 低調奢華 用黑色的 低調奢華 我們有同事說漂亮 真的嗎 對 好 接下來是Giro 喔Giro 這張鞋子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其實它 你看它黑色版本 也蠻漂亮的 對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它透氣性應該是很好的 就是它的透氣網孔其實都很大 是 那拿起來拿在手上很輕喔 那它215克吧 一隻還是一雙 一雙一雙215克而已 然後鞋底 它鞋底Eastern Carbon的鞋底 嗯 就是 比較硬 那Northwave的卡鞋 它今年的 表面 也是用那種 最近蠻流行的 有點變色塗裝的感覺 喔 對 好 Castelli 那講到人參布品 基本上 就我所知啊 很多車衣品牌 他們在 打板啊 在研究車衣的時候 都會研究Castelli 為什麼 因為它的 座衣 應該說它的工藝 嗯 其實一直在自行車方面 算是蠻 走在蠻前面的 對 那像今年它用了 GOTEX 一個新的技術 對它這個 表面 它這個技術其實它就是講 可以讓你更柔軟 更好運動 對 但是沒有像 原本的GOTEX 那種 戶外那種 戶外的GOTEX 那麼的硬 它不會像 不會像軟 可能 筆轉可以再更符合你運動的 模式 是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它就是它的 防水貼條 它的防水貼條貼在外面 就是 神奇有外觀 引領時尚的潮流 引領時尚 也許以後會 對我覺得 而且我在人參布品區 今年也看到蠻多 都是用環保材質的 嗯 對 所以其實環保在這兩年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以前我們看到環保材質 在四足賽的足球衣 球衣上面 嗯 那現在也移植到車衣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狀況 對 包含像今年 Apple發表也是啊 也都是說它的iPad 什麼都環保材質 是一個環保運動的產業 對 沒錯 好 那這是都樂的旅行包 哦 對 那它就是一樣 上面放安全帽 下面放鞋子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它 中間的 算是分層啊 對 它讓你可以 放很多不同的東西 包括它會放眼鏡的地方 它有強化 是 對 然後下面就是放鞋子的 有透氣孔 好 那這是 今年人生布品比較特別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 大家都 討論度很高的 訓練台的部分 哦 真的耶 訓練台這展場有非常多耶 我幾年前去歐展的時候 幾乎沒什麼訓練台 而且那一年我記得 我 我以為我們是每一年輪流不同的人去 我是16年有再去一次 16年去歐展的那時候呢 DIVIT還沒有攤位 哦 那那時候訓練台也只有Tex 而已 對 只有Tex 跟Elite 這兩家 哇呼那時候還沒有進去 但這兩年非常多訓練台 今年的DIVIT攤位更大 真的是因為DIVIT攤位出來之後 訓練台開始更多元 那我們接下來有敲了兩支影片 是我們看到這次訓練台的一個亮點 一個是SARIS SARIS 一個是 KICKER BIKE 好我們先進影片 哈囉各位大家朋友大家好 我是Nick 我是阿飛 我們現在呢在2019的歐洲機車廠 我們現在在瓦呼的攤位 那阿飛現在目前這台是什麼樣的機種 這台應該 對 昨天才發表了 所以大家現在網路上應該都很多人在看這台的資訊 那這台就是瓦呼的KICKER BIKE 那它和NEO BIKE當然有點不一樣 對 它最特別的地方在於 它的模擬波動系統 它可以透過這根中軸 做模擬上坡20度到下坡15度的模擬 所以它現在就是可以上坡20度 然後下坡15度 對 就是你在連接Rift的時候 它會跟著你的波度上下 它可以跟著你的波度上下 它可以跟著你的波度上下浮動 那它這裡其實有一個 螢幕可以顯示你現在的波度 對 那這個螢幕其實到時候 你也可以設定顯示你的 前後磁盤的 數字 那它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APP 它APP可以方便你做Fitting 你可以做 包括Guru 然後Recuru的系統都可以配合 那它也可以 你可以用相機拍你的 你自己車子的照片 然後輸入相關數字以後 它可以建議你 這一台KICKER BIKE 你該怎麼調整 所以它可以調的地方有蠻多種 對 例如說哪裡可以調 上管長度可以調 座高可以調 包括它的曲名長度 它的曲名長度很特別 就是它這邊又有一個孔 可以從165到175 你只要針對你孔位的轉變 你的曲名長度 就可以符合你的曲名長度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它這次跟APP的整合 越來越緊密 然後跟RIFT 包括它的坡度轉換 就會提供你更好的路感 那包括它這次的飛輪 它飛輪的慣性設計 也會讓你在騎乘訓練軟體的時候 有更好更明顯的路感 對 所以等於其實如果連上這個RIFT軟體的話 它所有會自動會幫你調整 波度啊 它就是剛才騎乘的 計時情況 然後你在騎的過程當中 如果剛好是下坡 它這個慣性還是會讓你有再往前推 但會慢慢的慢下來 不會整個都是空轉的狀態 對 那它最大的主力提供到2200瓦 2200瓦 那它跟Neobike 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Neobike有提供不同地形的路感回饋 那它沒有 可是其實它整合的波度的模擬 其實也是很大的賣點 對 很大的賣點 總共是-15度到 上坡20度到下坡20度 上坡20度 下坡25度這樣子 嗯 非常非常厲害 那等一下不要採上去 我們不要試採一下 好 我們現在來模擬一下它的上下坡度的調整 好 我們現在模擬的是上坡 那因為我們沒有連接 連接訓練台 沒有連接Rift 沒有連接訓練軟體 所以其實它上下坡只有波度的調整 但是主力沒有變換 這也是它的變速檔位 那它透過APP的設定可以支援SRAM SIMANO跟KEMINALO的所有變速系統 可以模擬 模擬你的變速系統 好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留言按讚分享 那我們還有想看什麼東西 記得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再幫你找 好 下次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下次影片見 Yo 各位單車朋友大家好 我是Nick 我們現在呢 在2019年歐洲展的現場 我發現到一台很酷的訓練台 它的品牌名稱呢 叫Series 跟著我一起開 我們來到這個攤位的時候呢 跟他們工作人員聊了之後呢 以為它是一個全新的品牌 結果發現其實他們過去的品牌叫Psycho OX 它已經在台灣跟我們長期見面很久了 是由賈安特代理 那這個品牌呢 重新的建立是在一週前 才重新的全新的發表 那這一次呢他們發表這款新產品呢 除了新型的訓練台之外 還有底下這一個板子 那這板子有什麼特別呢 來跟著我一起看下去 那這款訓練台呢 特別的地方呢 我現在先推給大家看 其實它可以完全的模擬 你現在目前真實的路感 在抽車的時候你看它整個搖晃的程度 它是可以讓你抽車的感覺之外 它你在衝刺啊或 有沒有看到 衝刺的過程也有衝刺感 所以它整個呢 就讓你感覺它是在真正的公路上 我上去騎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感受一下 我現在呢真的感覺上 我好像有在公路上騎車 然後呢它踩的過程 它那種路感的回饋呢 它是輕微的在擺動 然後我現在抽車 在抽車的過程呢 其實我們現在 我之前也騎過很多市面上的這種 會搖擺式的訓練台 可是它這個在抽車的過程 讓我感覺真的好像在公路上騎 很酷 而且它整個 在騎的過程 路感的回饋非常的準確 所以我現在已經 與無倫次了 因為 踩的非常累 那這個售價呢 其實我也覺得蠻親民的 它訓練台跟底下板子 基本上是分開賣 它訓練台呢 現在 M-Price是1000美金 然後呢 它的底板呢 是1200美金 那所以其實 如果你在家裡呢 想要感受到 擁有路感 而 就可以 讓你玩衣服的話 這一款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這個底板呢 非常的特別 它可以裝到幾乎 支援市面上很多的訓練台 幾乎都可以裝上去 所以其實只要你擁有這個底板呢 你就可以在家裡擁有 模擬路感的感覺 再幫大家補充一下 這個底板的價格呢 是1200美金喔 真的非常期待 它在台灣能夠上市 那我剛好問他呢 這個呢 什麼時候有機會在台灣會上市 他說可能 幾個月後 有機會在台灣跟大家上市見面喔 所以我覺得呢 如果你在家裡騎訓練台 騎的有時候 一直踩一直踩一直踩 它的 遊戲的效果 風暴性還沒有那麼高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畢竟 它兩個加起來就是 2200美金 其實比現在很多品牌 出的這種 所謂會搖擺式啊 或者是它讓你路感很明顯的 那種訓練台 都還要能夠比較 相對起來是比較親民的價格 那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呢 請幫我按讚分享 看在我台有這麼類的份上 那幫我訂閱加小鈴鐺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踩的真的超喘的 要練 選擇台要練 要練要練 真的真的真的 這兩個選擇台我覺得算是今年 非電動車的最大亮點 對 比較亮點 支握啦 對 那個SARIS的這個 平台真的還蠻特別的 那 它各種的訓練台都可以裝喔 對 就是可以 等於是你只要放在上面 就是 全新的感受了啦 對啊 那 智能訓練台我覺得 你有踩SARIS嗎 我沒踩到SARIS 我跟你講 我上去踩 我一開始想說 它前後放這個是要幹嘛 可是我踩的時候 真的因為我們踩它下去 車子本來就會稍微往前那種感覺 真的 跟路感很接近 我真的覺得那個真的你沒有踩過不知道 而且它進來台灣一定大賣 我認為 因為不貴了 應該有說不算貴 不算貴 不算貴 訓練台好一點 因為一般訓練台 它現在最主要都是在後面做文章嘛 對 後面做文章讓你有那個抽車的感覺 還有搖擺 可是前面一樣是固定住的 對 那它那一台踩上去真的很有路感 對 你抽車浮動空間更大 對 你不用到車的時候 踩的時候 我就感覺真的我騎在公路上 真的 很厲害 沒時間是 歐山太大了 沒時間是 沒走到就 沒辦法剛好 那我們還有什麼特別的產品 我覺得現在 訓練台就是 智能訓練台做到差不多極限了 我覺得啦 就是跟RUIT配合 搭配就是 不外乎主力控制啊 給你一個慣性的感覺 但如果搭配 現在那個SARS 或者是新的KICKER BIKE 上下普通模擬 所以我覺得今年 訓練台最大的亮點大概就這兩樣 那現在我們講的這項4i的產品 也是個蠻特別的東西 這很特別 對 你看外觀跟 我們一般的固定式訓練台 沒什麼不一樣 但是 你看一下它的 它是用靠這兩個 像磁鐵的東西 給你一個阻力 所以基本上你只能用鋁框啦 它會 你在踩的過程 它這個 這兩片是一直在浮動的 他說是為了給你更好的路感 因為你如果一直維持著一樣的磁力 然後一直維持著一樣的位置 那你可能就是 只會感覺 就跟平常普通的固定式訓練台一樣 就是那個主力一直夾著你的胎 這樣一直跑 對 但是它這個磁力在浮動的時候 你會比較有路感 而且它蠻特別的 真的 它是完全不會上輪胎 對 不完全不上胎 它現在就是鋁框的可以用 但你就是只能用鋁框啦 對 那另外特別就是 它是 它雖然可以搭配自動的訓練台 但是它可以帶出去使用 USB充電 對 它內建磁電池 然後你如果在外面採到沒電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行動電源插上去 一樣可以採 一樣可以採Rift 對 這就是它4i今年 比較不一樣的訓練台 4i在台灣也是有代理商 我記得是擺進 那期待未來如果他們有機會 應該會進這一款訓練台 就會在台灣跟大家碰面 對 那現在這一台是SRM的智能訓練台 這 這是飛輪吧 老實說 今年看到這產品 你會覺得它 比較old school 對 所以也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們最後一天 還是因為 比較old school 所以最後一天去的時候 老實說沒什麼人 是 對 而且最後一天是消費者日喔 對 沒什麼人 那 這是它的控制器 對 那另一個就是 也有人在我們影片下面留言 他想要看Stage Bike 對 這就是它今年新出的Stage Bike 對 它也是飛輪 有點難界定 就是 飛輪車跟智能訓練台 感覺就把BH的飛輪車 加上Stage的趨頻功率組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沒這麼簡單啦 它有主力控制的變化 對不對 那但是 這一台車其實跟它之前出的 其實也蠻像的 不會說 你看外觀 它比較感覺不出它什麼大改 那再加上今年 KICKER Bike的鋒芒太大了 對 所以其實這幾 包括Stage Bike 跟SRM 基本上 看的人就少很多 對 但是你經過KICKER Bike 你會發現 網戶的攤位好多了 然後SARI的攤位也蠻多 對 那 接下來這一個就是我們 我們剛才說新創區的 新創區 這個蠻特別的 它是一個韓國的新創公司 韓國的品牌 沒錯 它是一個電動訓練台 電動訓練台 可以打小蜜蜂 你看螢幕它這邊 它是在賽車 對 那這個就是 訓練台的外觀 它就是 中間一個 柱子吧 中柱 你把 車架架在這個中柱中間 然後下面呢 它就是一個浮動 讓你可以控制左右 所以你可以打小蜜蜂 可以賽車 你在踩的時候 可以打雷電 未來 就是那種感覺 對 不便宜 不便宜 這個一個也要十幾萬台幣 哇 不含車子 十幾萬台幣 不含車子 含底下那個座而已 還不含遊戲 就是這個座 十幾萬不含遊戲 不含遊戲 對我覺得 很特別 韓國人實在是 滿感受的 這個東西滿特別的 好 那接下來就是 Rift今年的攤位 它今年的攤位 是一個開放空間 然後有一個超大的弧形螢幕 對 你如果在中間採 採訓練台 我覺得應該是蠻high的 那它的攤位 今天就是擺了各個大品牌的訓練台 就是在讓你知道說 其實他們的軟體 可以 就等於是來體驗這樣的服務 對 那其實Rift現在已經是 我認為它已經有點獨佔了 對啊 也沒有其他的產品在出來 除非是那個Tex 它除了自己的系統 但也是自己的訓練台 但是Rift是可以享用很多系統 但未來Rift他們 現在已經在路跑啊 滑船啊 很多戶外運動已經開始在做了 不過 單車這個 這一塊領域還是看得出 他們的決心 因為畢竟他們是單車起家的 我覺得 那也因為他們帶動很多訓練台 如雨後春秋班的出來 我相信 未來這個應該會是一個 更 會更強勢 對 然後 最新的WOW 5 Bike 其實發表之後 馬上它的 攤位也擺上去了 對 所以在它的攤位 你可以看到各家的訓練台 是 那都是共用的 都是可以通用的 好 那基本上 除了這一些 其實還有一些 新創的廠商 又有出 他們自己的訓練台 對 但是 老實說 功能 真的是都還蠻相近的 你要跳脫這些 我覺得 也許 還沒有看到 SARS加上 KICKER BIKE 的功能 哇 那就蠻厲害 SARS加上KICKER BIKE SARS它如果也可以 好像可以耶 因為張洞洞也才15萬啊 比韓國那個小蜜蜂機還便宜 也許明年會有 再更進階的 對 沒錯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今年的乘車 和我們說的 最多新品的電動車 那我們先進一支 電動動自行車的影片 各位單車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Nick 我們現在在2019年 歐洲自行車場的現場 今年呢 在這裡看到 滿滿的電動自行車 尤其E-Mountain Bike 真的是 風名全世界 那現在我們在這個攤位 這個品牌 來自克羅愛西亞 上面 有滿滿的台灣味 接下來我們就 跟著 他們的首席工程師 跟我們好好的介紹 走吧 DLine 那些攤位 Feed DLine 普總之意 有本身叫做 DLine 這位 我的名字是 Predrag 我工作在 GreyBikes 我們是小一家 在芋奕 我們有 七十十人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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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用 这年轮后我们介绍了一模式新的重点 完全靠接接接的E-Mountainbike 我们获得E-Mountainbike财务费是最好的E-Mountainbike 这2019年代E-Mountainbike 这些是他们的模式 这些是厚迈的比较高的 背后的配搭 他们是比较便宜的 到最後的客戶 但它是重要的 提及 每個車們 都在通常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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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駕駛 所以 我現在想 介紹 你 可以使用 駕駛 我們 稍微 改善 這個展示 你可以 控制 駕駛 或是 駕駛 我不視乎 就是 你快樂 表示 你感到 有駕駛 或有感覺 你要做啤酒 你可以 按照 按摩 Drive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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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的性质的信息 我们在公司的交易 我认为它通过了 然后你能看到 你能看到我们的三个人 这些设计是什么我们在这些乌鞋 名字是G6.X 这些设计是最高的和最高的版本 我们的技术和最高的版本 开始以14000EUR 什么是非常特别的 是它是完全装成的 carbon fiber 每个都很清楚的部分 例如,一个很酷的功能 是你能移动软件 完全无法无法 每个其他某些的设备 它的功能,扣扣,扣扣 带 skills and buttons are designed and became theaya, the water lucky beast while the motor ones are something that we buy from our Taiwanese supplier called NPF they are located in Tainan, they produce these motor поряд honest others Accelerin we work tightly together together to integrate the wheeling behaviour of the software 但當我們調整了它 我們就有很好的產品 所有的客人都完全支持 我們決定去台灣品牌的模特兒 所有的客人在公司 都可以在我們示範地區 讓他們能看到 我所說的實在是真的實在 剛剛聽到首席工程師在形容台灣的時候 真的是有滿滿的感動 我覺得台灣品牌能夠在世界發光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簡單 與不容易 那這款車也同時得到今年EUROBIG的獎項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請幫我分享出去 並且訂閱單二支帶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你也會見到這支影片 車輛的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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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來自克爾外西亞的品牌 真的我到現在那種感動的感覺還在 覺得蠻厲害的 真的 因為尤其他講到台灣的時候 我那時候很好奇 他來自克爾外西亞 那為什麼他的機 在歐洲為什麼他機電系統不是用Bosch 他竟然選擇用台灣的品牌 而且他走高價位的齁 所以其實這次我覺得蠻特別的 我再一次的覺得台灣人真的很厲害 竟然可以把生意做到克爾外西亞去 這是幾萬的車 用台灣的電機蠻特別的 真的 不然一半都會用Bosch 而且剛剛影片剛剛看到這次的電動車 很特別是馬牌也出了一款電動車 做輪胎的馬牌出了一款電動摺疊車 對 非常厲害 我們剛剛影片有大家可以拉回去看 那接下來再跟大家介紹幾台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 今年比較特別的電動公路車 這台威力的車它只有10.2公斤 10.2公斤而已耶 很輕 而且基本上10.2公斤你沒電了之後 你還是可以當一般車騎 不會造成你太大的負擔 因為現在電動公路車一般都大概14-15公斤 就很厲害了 這台就是我覺得 它是可以真正一顆電池長途旅行 那也許以後電池幾度更發達 也許還可以再更輕也不一定 然後騎更遠 所以我覺得 電動公路車其實也慢慢讓人看到以後 也許它有更多的發展可能 那加上剛才那台車 各種功能都有了 所以電動公路車發展也許以後更科技 對 那就是威力爾這台車的開關 其實設計也蠻漂亮的 那這是Bianchi的電動車 Bianchi也輸電動車 這是電動車 電動車 它也有公路車 這是它的電動公路車 基本上你現在大品牌要出電動公路車 你就是要做到 做到更原本看起來 對 差不了多少 對 那是開關 那它一樣後輪驅動 那這是現在歐美很流行的E-Cargo Bike 對 這是比較城市通勤的 這是我說這台車其實蠻帥的 其實歐展很多很多的電動公路車 然後造型也都很漂亮 這在兩年前就開始多了 那是今年多了電動公路車 今年非常多 對 好這也是一款 好那電動車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電動車講太快了吧 太多了啦 真的 不過說實在電動車真的 這個要講的東西 比較不是外觀能夠看得出來 對 所以未來再關注 當然是在相關的深度的報導 對 那 Sipporny也是今年少數大品牌裡面 每百叮咚車的 對 那這是他們今年的新車 崩2 2020的新車 對 那崩2的車價幾何其實跟崩1 差蠻多的 你如果是Sipporny的車迷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它後上差 是有做了蠻大的改變 對 包括它的車價幾何 這是另外一個塗裝 那這是2D Max 525 它的車款525 名字的由來就是 它贏 8D Max 贏了525場的比賽 對 很狂 對 而且今年它的後上差 好像有做一些比較特別的 對 就是不對稱設計 對 然後上館的簽名 那接下來這個牌子 我覺得算是今年 我自己逛到我覺得 我有眼睛為自己亮 因為它設計 它的車架設計 它每一台車架的前叉 都是另外一個特別設計的 這麼厲害 你已經越車無數了 也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我覺得它的 它的車架型是我 我種的 對 蠻漂亮的 你看它不是只有一台 它不是只有這台車的前叉 它是每台車子的前叉 基本上它塗裝 所以它好像勾爪 還是有些特別的地方 對 它前叉這裡 你看它有一個蓋子有沒有 它另一面 它其實是兩個鎖孔 你可以透過鎖孔的改變 來改變你車子頭管的角度 對 你換了一個鎖孔之後 你的頭管可以再向下輕一點 對 這是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基本上它每一台車 公路車啊 Grabble Bike啊 這單車它的前叉都是 都是這樣的設計 對 那它是一個來自波蘭的品牌 對 算是一個新品牌 而且他們 蠻酷的 嗯 亞洲現在目前還沒有 那種的代理商 現在目前都在歐洲 跟美國有一兩間這樣子 對 我覺得蠻漂亮的 有興趣的 前輩們 對 好 那這是 Biankey的新車 好 今年乘車的部分 我們來跳一下 我們還有看到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打開跟大家介紹其他的新品 其實今天歐洲展呢 我認為它的創新能量 是跟以往方向比較不一樣 以往都是大的東西 這些都是小的東西 嗯 小地方 小巧思 對 那這個EVOKE 其實我們也有拍影片 那 有看了 就知道了 那沒看的話 我簡單再講一遍 它其實就是一個 不用拆車手把的吸車箱 是 簡單講一句話 是被你講的好像不是很厲害 但是光是不用拆車手把這個 只要有用過吸車箱 應該都知道這個痛 對啊 拆車手把真的很麻煩 尤其是你如果是 現在的全種內線 全種內線 全種內線人要拆車手把 我覺得出過我就 瘋了 嗯 對 那這個真的很方便 而且它輕 對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我覺得 因為它旁邊有一些邊條 是 你把它抽起來之後 這個吸車箱 就可以直接 收扁了 好收納 對 然後另外這是 它保護你後三角的一個裝置 對 它有海關鎖 很方便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 鎖在牆壁的製車架 BREAD IT 這個兩個刷子組合成的 這是蠻特別的一個商品 我們這影片呢 也可以到當然是在YouTube上面去看 那底下很多人留言問說 哇這個很想買啊 但是現在目前台灣沒賣 對 這個是今年他們才出來的產品 那我希望未來有機會在台灣跟大家看到 其實我最後一天經過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人一直在櫃台包耶 我不知道是現場怎麼賣 現場已經有賣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但我看到他一直在包 對 但是他有台灣蠻多人的 很多人 對 好那這就是現在其實歐美 蠻流行的電動滑板車 對 今年有不少廠商有擺出電動滑板車 其實這一次在歐洲 在德國齁 我感受到很多的是他們路上騎車的人變多了 我覺得這應該跟法規有關係 因為現在好像歐洲的法規就是 他現在政府有補助你買車 而且是補助一半的金額 對 例如說你這台車是2000歐好了 1000歐是政府直接補助 他直接從你要繳的稅扣掉 哇 你就少繳這1000歐的稅 很多 然後一個家庭呢 可以有五台的扣打 一個家庭 五台的扣打 然後兩年可以一次 兩年就換車一次 就是兩年後你可以換新的車 還可以再申請一次 不會像現在目前台灣的法規是 好像一輩子就只能一台狗狗狗對不對 一到兩台 現在沒有了 現在比較少了 比較少了 那電動車在台灣也有 但各個地方不一樣 現在好像最高的是桃園吧 剩一萬 電動輔助自行車 剩一萬的補助 那在歐洲他們就是全民都補助 所以騎車人真的很多 整個市場也會起來 這個還下雨 對下雨還是很多人在外面騎車 好那接下來就是 一些不要展場花絮啦 這些台蜘蛛車 蜘蛛車厲害 很多人圍觀 很多人圍觀 這我有上去感受 真的太厲害 這個影片接下來也會出來 對 這個老闆也有來台北展 我們還有轉方 這個品牌叫HEIST 這個執行長呢 四十幾歲很年輕 都主要是坐鞋躺車的 那出了這個很特別的東西 對 那剛剛有換過去那個畫面 是Danny Maschio的表演 對 人超級多 你看我們這麼遠拍 是因為我根本擠不進去 擠不進去 對 對他們的表演很多人 我們就直播一小段啦 對 就是現場這麼多人 基本上 可能戶外市政區 沒事的人都在那裡了 對沒錯 很多 那這是他們一個 小朋友騎車的地方 他們家長就放了小朋友 在那邊一直繞圈 他們其實繞圈在跌倒 也是自己 自己起來這樣子 那這一區是 爸媽去騎車小朋友 就寄放在那邊 對 所以其實 我認為 歐洲展他開始慢慢有 走向 照顧親子 對 就是更多元的 並不再像以前 B2B的 這次也看到很多家長會帶小朋友去 重新創區啊 布魯閣區啊 都有點 變得更親民 感覺 對 所以我相信台北展應該也會有一些變化 好啦 那我們還有一些照片嗎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我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其實這一趟的歐洲自行車展之旅呢 我們總共 其實回來點了我也嚇到 我們總共做了23支影片 然後做了三場直播 然後有非常多的報導 陸續都還在出 那我們現在影片已經上了十幾支了 後面還有一些新的產品 出不完 所以我們真的很認真再去工作 所以這個 大家都可以關注單車時代的YouTube 幫我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也幫我分享出去 那最後還有沒有 阿菲有沒有什麼跟大家分享 差不多了 我覺得我會蠻期待 明年的歐展 哦 該說期待嗎 我也有點害怕 好沒有期待 沒有傷害 大品牌 對對對 那我們下一集呢 是在10月3號 那歡迎鎖定我們的 時代來福 10月3號 我們要引到Battle呢 來跟我們分享很多 他們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能量 而且 預告一下 那一天 我們會用打氣筒 跟電動打氣筒 來一個大PK 真的很刺激 以前沒有做過的主題 對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